旅客焦急的在桃園机场第一航下等待 不少人士前两三小时就抵达机场 但人无法办理登机手续只能空等 因为19号下午一点多 全球微软系统异常当机 影响部分航空公司离境报到系统无法电脑作业 航空公告显示因为微软系统异常改采人工化位 旅客手上拿着手写的机票 一方面觉得心情一方面有点担心 就是这边队伍还比较长 大概等20分钟吧 是不会他写的蛮快的 有点吓到第一次遇到 包括全亚洲台湖洁星集团香港快运冀州库航 这六间航空公司临时改采人工化位方式进行报到作业 另外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也因为系统当机从外站暂停起飞 据黄航跟长荣航空则表示作业都正常 我们集合时间都很早 大概三点左右集合 差不多三点十分左右就知道了吧 delay他是跟我们口说大概四十分钟左右 只是不光桃月机场连台大台北荣总医院的系统都受波及 有网友听到台大医院广播说门诊住院急诊都暂停 院方也证实院内的报道影像只要和微软作业相关的系统 确实都受到影响 但是院方也表示在半小时内就已经复原 而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也有短暂受到影响 也马上进行排除 微软大当机造成台湾医院机场出状况 更影响到暑假出入境旅客一度大塞车 东升新闻这么复杂 东升新闻这么不大